哈囉 嗨 現在是 來我看一下時間 5點半吧 晚上的5點40 然後 我們現在在哪個位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 Sunny Bank 喔好 Sunny Bank 等一下喔 給大家看一下 Sunny Bank Sunny Bank 然後 跟大家介紹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就是很多華人的地方 華人聚集區 在澳洲 很多餐廳啊 然後賣於就是 亞洲的食品 然後你到這個地方以後 就是 路上啊 或是開車的人啊 幾乎都是亞洲人 就是黑色頭髮的 然後這一帶很多 亞超啊 然後亞洲餐廳啊 反正在國語都能通啊 就有一點像 小台北 然後 之前錄影都 一直沒有來到這裡 錄一些 這附近的東西 對給大家看 然後 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去吃千里香 對 就是我們很常吃的那一間千里香 不過 因為Sunny Bank 其實應該很多好吃的 但我們就覺得 嗯 吃到飽的這間還不錯 我們現在在 Sunny Bank的天橋上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裡大概可以來的就這一區而已啦 其實說大也不大 啊 也就是一個華人聚集區 就有點像華人聚 也有KTV可以唱 對對對 講到重點是KTV 在國外啊 齁 很少可以什麼夜唱啊 或唱歌 在這裡是可以辦到的喔 而且都是什麼樣的歌 就新歌啊 對 台語歌 國語歌 韓國的 還有 廣東的 對 沒錯 日文的 其實就跟KTV一樣 對 亞洲派的這一掛音樂都有 對啊 然後 這裡還有什麼特色嗎 對 其實特色就是只能 就是吃啊 對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這裡的特色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你待在澳洲 有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你很懷念家鄉的味道 你只要來到這個Sony Bank的地方啊 你就可以 在一些商店或一些餐廳 找到你懷念的食物啊 零食啊 零嘴啊 什麼都有 對 然後 麵包店啊 然後在這裡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你的家鄉味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背包客在 昆士蘭 必須知道的一個地方 所以蠻 但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會有像這種 就是 人家我們俗稱的Tranet Club 就是中國城 那只是因為它這個名稱叫Sony Bank 所以我們大家都 就是它其實就是跟中國城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 只是它這個是當場它比較大的 就是 什麼都不都有 然後 這邊有很多 甚至是開工車的啊 也都是華人面孔 就是真的是一個華人的聚集區 然後 另外一邊還有那個什麼 日出茶泰嗎 日出就在這裡啊 還有什麼櫻花什麼的 對 珍珠奶茶 對那個就是台灣的飲料店 我們是不是可以走 不行 然後在那裡可以喝到珍珠奶茶 綠茶紅茶就是台灣的飲料 都蠻棒的 然後還有一間很有名的叫 袁世航 跟大家介紹袁世航 袁世航就是 其實應該說是香港名牌的 然後一樣都是亞洲食物 然後香港的像一些餅啊 他們都有的買 然後一樣有賣台灣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罐頭啊 而且是賣一些要怎麼說 包子啊 饅頭啊 油條啊 就是一些正常澳洲不該出現的東西 這邊幾乎都有 你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蠻 推薦大家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來這裡 繞一繞 尋寶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招牌 有看到 有沒有 那都是國製介紹 然後國製的招牌 然後就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 你想要吃的美食 好啦 我們走著走著也到了 千里香 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就這樣啦 掰掰